台北市永康國際商圈協進會的理事長 大家好 歡迎說天理財我最大 我是洪寶山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台北市永康國際商圈協進會的理事長 李慶榮 林語士 觀光客人 尤其是日本人 他來我們這裡不是好像一邊 那是幾十邊 是三十邊 他如果沒吃到小籠包 還是說沒吃到那個芒果冰 他覺得說他沒來過台灣 譬如說那個湯包 裡面的湯 用你的水這樣加下去 整個萬俗 萬俗感 萬俗感很大 吃醬 那個芒果冰 把我們拌擠 一剛開始 他是在那種刷冰 甚至他營業也沒有超過兩千塊 這次有一個日本人 日本人來他吃刷冰 老闆 他來的時候 老闆 你做一碗芒果冰 這個老闆很用心 他就自己 搭領一碗芒果冰 他就自己搭領一碗芒果冰 那個日本人就吃了 他就說 哇 一百一千 然後就搭頂 搭頂 搭頂 用工人來 直接賣四千萬 包括我們來吃 是 為了要買一丁 那些工人 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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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是 反應 的擔角 那這個地方是 住家跟商業看的在一起 有住總長 有院長 有部長 那麼博士有兩百多位 都有統計 隨時用顯微鏡 放大鏡 在檢視檢驗我們 好像到八點 八九點 大家說 我要講說 觀光客 他消費的時間 是上午十點 到晚上 那麼也比較不會去影響 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這個 就是說國際人士 他們 都能夠認識到這個永康上去 八百百百百 唱那條燒肉燈 結果 電力 是 兩百十幾百百 除了可以慶祝這個 年輕節 行銷 還可以行銷永康商圈 對 表示要到永康商圈 再去 開業的話 也有機會 福利年輕人說 不要異色立場 是 不要怕難怪 要很健康 耗聚力 麵包 顏色的調配 非常的漂亮 它開下去 練習四周圍 到了晚上 含著眼淚 把百分之七十的產品 什麼的道路 給著它 調演類 我鼓勵它 我說你要有信心 我希望 多元發佈 不要 不要說只一個面包 再隔了 一個多月 它整個生意都上來了 韓國客 到底它的年齡層 大概的分布大概是怎麼樣 現在目前 我們 一年的觀光客 252萬 韓國人的觀光客 它的年齡層 是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 最多 二十到三十 是零更多 幫我們整個商圈 做一個規劃 未來的願景 其實我在十六年前 申請這個協進會 他們名稱 跟國傑 對五百多位的老闆 其實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種雅力 我們的名稱是這樣 大永康 大團結 我們是一家人 團體的戰爭 對 不能用個人戰爭 優質 變質 一定要提升